元宵节快到了 我忘记过了看我给整点元宵吃 今天准备了点花生和黑桃 准备自己煮一个馅儿 走 先给它炒一半手 开开 炒的时候一定要用小火 切鸡切鸡 炒得差不多了 我们把它摇起来 黑芝麻再给它炒一半手 起锅 花生凉冷过后 我们把糕里皮皮给弄半手 把薄落皮的花生 或者黑桃放在堆 给它装一半手 不要装得太细了 有这个粗度就得行 然后继续装芝麻 芝麻容器 感觉有个花生粽子太飞行 倒倒一堆 给它拌一半手 倒入蜂蜜 白糖 有条件的还可以整点猪油 搅拌一下 把这些馅儿捏成你想要的大小 差不多了 就这么大 把这些馅儿 我们把它放到漏漏头头 放到水后干比一点和 然后再倒这个酒饼面子 锅 好像来说要搅一锅 锅了锅了之后 油杆装着漏漏 这个程序我们基本上要吃虚个五六六指 锅到你想要的大小 那就差不多了 最少的差不多 我们把元宵农家给猪一半手 浮起来基本就输了 还有两个没浮起来 蛮可以吃 输了开吃 这一辈子第一次吃元宵 我们一般都吃糖味 看是糖味和元宵 区别在哪里 又软又糯又香 自己做的馅儿 哇 太松了 哇 味道相当八字 来帮你小伙伴吃罐糖面 也可以在乎的试一下 煮个片小时 嗯 爽电 变子 变子 来 来